近日 在南海局域发生了强风暴 中国商船遇险失踪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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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看看新闻 你看看 听说安妃的爸爸是船长 不久就要回国了 你说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中国商船 没什么事啊 话 饭 没什么事啊 继 ли俩 好 什么 对 不是这里 应该是这里 正北的方向 对 现在这个还不确定 这艘船 这是救援队的具体坐标是吧 是的 那这是风暴中心的位置 对 超强台风中心如果是在这儿的话 菲菲 你先等我一下 我两个 我需要回去一趟 怎么了 我爸爸送过了一个东西 我现在找不到我想回去找找 没事 那你等我先忙完了 我马上就送你回家好吧 好 我们现在计算到哪儿了 超强台风中心 超强台风中心 那现在超强台风中心 它的风力是十七级 最高的风速 最高的风速 它现在的风速是每秒五十一米 直到现在 还没有超过六十三米的气象记录 墙台风在途径海底盘地地形的时候 风冷的速度和形态都会发生变化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深海水遭遇到墙台风 它会有滞留和改变方向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现在的深度 会降低风速的 那它会降低到 四十九点七米 正负零点三米 莫博士 刚才我们也算到这里 那现在问题是 即使在洋流盆地作用下 风浪速度有所减轻 我们也不可能 深入中心 进行救援啊 如果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话 也许他们不在风暴中心呢 如果强台风遭遇海底盆地的话 那最有可能的 是漩涡 现在 在风暴中心区域的风速 计时报告是多少 上一秒钟的秒速 为四十九点八五米 那船的最后一次方位呢 八小时五十六分线 东京一百一十五度 三十二分十五秒 北纬十度四十五分 也许我们真的有希望 如果是漩涡的话 它会在盆地的边缘 会往西北和正北方向移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风速和浪速 都会在攀升的过程中减慢的 那他们一定不在风暴中心 他们一定在这儿 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他们有救 现在去救的话 它为时不晚的 快把消息报告的盛名 马上派人过去 快 快点 走 一定有希望的 那我先送你回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消息 别担心了 菲菲 你想 船上不仅有我爸爸 还有你爸爸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 放心吧 正在派大型巡航舰 和直升飞机 前往莫博士划定的 区域范围内实施搜救 多亏莫博士划定了范围 能在这么短段时间 进行如此精确的计算 实在是令人佩服 没事 那就辛苦你们了 谢谢大家